柯文哲进办陷入了做假账的争议 今天我们兵分五路要告诉你 昨天开完那场记者会下午的直播 说了很多有更多没讲 导播我们看这张图 今天这个就是所有假账争议的人物关系图 你会看到兵分好几路 柯文哲是风暴的核心 黄珊珊在这个地方传出了跳船 想要跳船 然后今天火在烧的就是会计师 端木正跟柯文哲进办之间 另外还有核心中的核心就是 李氏兄妹 好 今天我们就兵分这几路 一个一个抽丝剥茧 我们先请秀林来带我们看到 今天在直播的现场 柯文哲讲出 哎 是人不明 他到底对谁是人不明 对黄珊珊吗 对李氏兄妹吗 还是对这个端木正 尤其是这个端木正 我这样培养你 看到你会计师的背景 还把你排入不分去22名 我对你有不好吗 你现在仗给我做成这样子 对不起 通通道给你 千错万错 都是端木正的错 你怎么看 我觉得柯文哲这个时候感叹 他世人不明 我觉得很多小草才要感叹 世人不明去挺了柯文哲 表面上看柯文哲在昨天 跟黄国昌的直播当中 世人不明 因为都在骂端木正 你整个记者会都在骂端木正 你乱做账做假账 然后这个账不凭自己乱分配 都在骂端木正 所以表面上看 这个世人不明讲的是端木正 我就是所托非人 我以为你是专业的会计师 其实他不是把端木正当成 专业的会计师在运用 不是讲实用 他基本上端木正就已经是我党部的 内部人了 我就是一个有党工身份的会计师 端木正如果是一个外部的会计师 如果他的身份是很单纯的会计师的话 他不会去帮你做这些财务人员该做的事 你的财务长才是最关键的人物 这些工作你20万笔 以及这个9000万笔的支出 理论上要负责处理的是这个财务长李文宗 你填得妥妥贴贴的妥妥切切的 把这么厚的这个所谓的账目挪到 会计师他才在后端积合 他哪里需要帮你填啊 所以现在最有可能的就是 李文宗讲出了一个金句 就是说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我完全不知情 这两句话是非常的矛盾的 因为这就是你负责的工作 今天这个报障错误是你财务长要负责的工作 所以你是必须要很负责任的 那你该负的责任你不负 告诉大家说我很负责任的知道我完全不知情 那你没做好你的工作 好那我就问你 如果从一个正常的理解的逻辑 你要知道端木正 他是一个合格证照的会计师 他要依照会计师法去依法行事的 他有可能肝冒毁掉会计师前途 犯下这么低级的错误吗 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在牵涉 其实端木正非常了解 政治现金法的申报是怎么回事 我们过去监察院 针对政治现金申报不实 基本上没有人在查支出的 你看到那个不管是这个 罗志强的几百块政治现金被追 就是说你这个是非法政治现金 这个人的身份不能捐 收了不该收的钱 所以监察院基本上只管 收了不该收的钱 他基本上不管你用不该用的钱 端木正一定知道 所以既然你不会去查我的支出单据 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在里面动个手脚 所谓的便宜形式 理论上不会有问题 而且监察院是接受补证的 就是说我今天如果有人跳出来说 这笔不对 有问题 那我只要补证就好了 补证就没问题了 端木正是知道了 所以对他的会计师资格 以及相关的会计法令 是不会影响的 所以呢 陈志然才会说 你这个叫做错事害死人 你做的这个错事 对你自己可能没影响 因为你的会计师的执照 不会因为这个发生问题 我只要补就好了 因为我没有做假发票 重点是他没做假发票 如果他今天做了假发票的话 他会有伪造文书的问题 但是他没做假发票 他只是在登录的表格上面 给他加五百万 那基监察院是不会去查 凭证 以及这个支出 中间是不是符合的 好 那我问你 今天要传出一个 非常震撼的一个内幕 但是究竟真相是什么 说 昨天下午两点那场记者会之前 民众党跟这个会计师 敲几包 敲不好 拜托你来为党稍微牺牲一下 有录影 有录音 我就说 是不是狗牌 敲不好写 踹破屏 才会变成 你在乱讲话 我要告诉你端木森 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 倒不是民众党的记者会 要端木正出席 民众党的记者会 从头到尾都不要端木正来 因为他们认为这个记者会 就是要告诉大家 所有做错事的人 只有一个是端木正 那有没有韩李文宗 我不知道 因为理论上就是财务会计 两个人是绑在一起的 那今天不可能 你只要用我很负责任的说 我完全不知情就切割了 你完全不知情 是非常非常不合理的事情 我不晓得克文哲是不是知情 但是我觉得李文宗不知情 是非常非常离谱的事情 那这件事情 民众党的陈志涵已经说了 本来就没有要让端木正来 因为我们就是要把事情讲清楚 现在有问题的就是端木正 他当然没有讲李文宗 因为李文宗是总部的这个一环 但是你看 跳出来痛批端木正的 没有李文宗 假设这件事情 李文宗真的是完全不知情的话 他也要跟着下来骂 他心虚了吧 陈志涵骂了 黄珊珊骂了 可是这个核心关键人物 最该跳下来骂的是李文宗 没错啊 我把事情拜托你做 结果你给我做成这样 害我的老板把我害死了 他都没声音 你不觉得这个很奇怪吗 对 这就是第一个非常怪的地方 那陈志涵说 当然不要让端木正来 否则端木正在现场跟你 你来我往大家互相交通 他又说他很合法 那这个记者会的焦点就模糊了 我们就没有办法把责任 完全放在端木正的身上了 所以他把这个端木正 把这个端木正看成 跟台湾国来闹场的是一样的 如果现场叫端木正出现的话 那就是第二个台湾国来了 好观众朋友 现在在我们视讯的现场之前 民众党文宣部主任柯玉安 小牛在这个地方 小牛刚刚我们听到了 秀玲说 今天要不是你财务长在背后首肯的话 怎么可能端木正这个会计师 会犯下这么低级的错误 你的对端木正的理解 他是什么样的为人 他的形势风格是这样 他是这么轻率会犯下低级错误的人吗 端木正会愿意冒着 所谓的会被这个判刑收押的风险 去做这件事情吗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有点 低估了会计师 一个职业会计师的一个智商 所以我才会觉得认为是说 今天民众要把所有责任 通通推给端木正 这是非常违反常理的做法 就算端木正有疏失 那为什么会这么巧 把这些多余的账款 通销到所谓的民众党 这些友好的厂商 包含刚刚讲到的这个尼奥 包含这个时乐 这两家大家都知道 都是跟所谓的总干事 这边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那所以我认为 这件事情 就算不是所谓的这个 他们内部有人直接下指示 那我认为 至少绝对也不会是端木正一人所为 如果要是一般人的经验法则 第一时间绝对不会是说 我就是取巧把这个数字 随便找一家厂商去做冲销 第一时间一定是先打电话 去问相关的人士 就算不是问最高层 就算不是问柯文哲 就算不是问黄珊珊 也至少会去问李文中 应该怎么做 所以我认为 这整件事情 李文中不能一句说 我很老实的跟大家讲 我什么都不知道 用这句话去带过 我觉得这是非常没有责任感的一个 就是表态啊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跟李文中是脱不了关系 李文中应该要出来讲清楚 他当时到底是怎么跟端木先生 跟端木正这边去做沟通 针对这些可能比较不明确的这些账款 到底为什么这900万到底跑到哪边去 到今天为止民众党也没给大家一个交代 900万就这样凭空消失在地球上 好谢谢小牛 所以回到这张图 今天端木正提出了捍卫 他说希望司法还给会计师清白 他不怕用司法来战 现在该出来的会是他李文中 听到这个地方 我们再来要看到是这一脉 这一脉看谁呢 看黄珊珊 为什么 因为会爆出这个东西 就是这两家公司 尼奥跟石乐 他们说 我根本没有拿你这么多钱 你怎么要我吞呢 但是这两家负责人 戴笠玲是谁 她是黄珊珊的闺蜜耶 所以 惠珊你怎么来解读 这两天越来越高张的判断说 黄珊珊的所作所为 根本都在为了切割 为了跳船 在做准备呢 是 我觉得这整件事情 我跟你讲 这台面上每一个人 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 感觉上好像到底有一点 叠对叠的感觉 光是以柯文哲昨天 他在黄国昌的直播里面 他讲了一句 这一切事情都是世人不明 那我们一般人会讲说 他所谓的世人不明 应该是讲端木正嘛 因为好像感觉上现在 要对端木正这边提告 但是不对哦 好像不只是端木正哦 为什么 黄珊珊这个角色就有点有趣 因为是竞权总干事 那他现在也是自情处分 那这个自情处分 有人很多人会认为说 你是自情处分 还是你是被处分 还是中间有什么样的渊源 因为所有事情会修高了 一开始是从哪里 就是他所谓的闺蜜的尼奥 跟这个石乐这家公司嘛 第一时间点事实上 石乐跟尼奥还没有出来否认 后来是因为我们的资深媒体 年人俊哥刚好认识他们 然后去跟他求证 然后他才说 怎么有这件事情 然后才开始财账 整件事情才出来嘛 可是大家又有一个讲法 就是说 那这个石乐跟你要跟黄珊珊 好像长期以来 关系都不错 那今天实际上 你是真的之前不知道 还是你是知道了 后来整件事情烧到你了 所以你必须要用这种方式来自清 很多有人有这样的一个疑问 那因为不管怎么样 现在他就直接说 没有 我没有收到 他一句没有收到 那整件事情就是说 一定有人造假 这个整个账本是有问题的 所以才会把整件事情 又烧到净总之跟木可这家公司嘛 那有趣的是整件事情在烧的时候 8月时候 黄珊珊在这个受访的时候就出来 说很久没有问到柯主席了 这个账户上发生很严重的问题 不应该发生也很抱歉 很多人都觉得说 他这个时候很久没有碰到柯主席 这件事情 是不是好像有点把这事情 进行一个切割 第二件事情 不管怎么样 这把火是你所谓的闺蜜 这样烧出来 所以很多人就说 是不是像黄珊珊 是自己有点想要跳船 所以就有这样的一个传闻 那不是不只是说黄珊珊 或者是你自己这家公司想要跳船 现在被人家发现什么 石坚这家公司也要跳船 为什么说 石坚啦 石坚昨天不是已经拆弹成功了吗 因为昨天陈智涵他出来的解释 我们就知道说 哦 智涵跟石坚这家公司 没有什么关系 那不就翻页了吗 怎么会翻页 因为现在人家发现说 你跟他没有什么关系 那为什么石坚这家公司 你留的电话 打过去的竟然是 立安达快捷师事务所 你如果是一家 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他是空壳公司 而且这家公司登记的时候 他们本来是要干嘛 是要卖多肉植物 所以商标登记叫拼肉肉 一家要卖植物的 就后来现在变成莫名其妙 来帮你弄这个拍影衣 然后它是什么 结果被人家发现 它竟然是收了 科匹竞选总部1000万元 然后制作14集的 科匹国事会议这个影片 我问你14集 所以一集的制作费 天哪 那要快要100万 这个大概七八十万 然后你七八十万 你说你可以弄成一个 这个所谓点阅率 破百万就算 没有 最好点阅率是20万 后来的点阅率 只有1万2万 1万2万 连我自己直播都有了 那你给这给我好 莫名其妙 所以刚刚导播给我们看到的 那个就是它14支影片 从科办 竞选报告是搬走了 快要1000万的 这个所谓的预算 而且是给这家时间公司 就时间公司 只有14个站 然后最奇妙的是 公司登记的电话 还是会计师事务所 跟他没有关系 今天会计师事务所 跳出来 他说我只帮他作账 我们又完全负责这些事 所以谁是时间末后的老板 就先媒体报导 他说原来后面超刀的 有可能是这个 悠悠卡公司的 以前悠悠卡公司的董事长 代季权 那这个代季权 以前我们大家最有名的 就是因为弄了个 日本的AB女佑 就是过多也结衣的 这个什么 这个悠悠卡 所以后来因为而 这次的下台 没有想到本来以为 他自此推出政坛 没有 没有想到人家说 2023年就去年10月 柯文哲二度访美的 这整件事情 其实就是跟这一个 代季权在背后超刀 哇 高潮迭起 我本来以为 唯一可以逃过去的 就是时间这间公司 就爆了一个更大条的 如果它背后真的是代季权 这我们从来都不知道 你如果不是里面自己人 谁把这个黑资料丢出来的 对 而且我跟你讲一件事情 这又扯到 为什么人家说 可能跟黄珊珊 是不是也有故意 这边要跳船有关系 因为就说去年10月的时候 柯文哲二度访美 结果后来黄珊珊 等多的核心人物物聊 都说不要去不要去 其实你防美对你一点帮助都没有 没有想到代季权独排综艺 还就讲说 我跟你讲 我帮你安排 去戏国 看什么工资 看一些科技大厂 绝对可以帮你加分 你的民调可以突破三成 在这种情况之下 柯文哲就真的到了美国去 结果到了美国去之后 结果从头到尾 人家只记得 好像柯文哲的手机不借了 其他什么事情都不记得 然后人家就说 随行的幕僚人员 就从了黄珊珊变成了代季权 换句话说 代季权已经跟柯文哲 越来越近 那整个过程之间 好像黄珊珊的距离 就越来越远 也因此被人家认为说 整体事件因为烧到了 黄珊珊闺蜜的办公室 她的闺蜜的公司 所以还必须要切割自保 切割自保的情况之下 就把这个火反烧到竞选总部 今天我们要追的 也是最核心的核心 就是在整个风暴当中的 李文忠 李文娟 这一对兄弟党 这个李文忠财务长 跟柯文哲是新竹高中的同学 两个好麻吉 妹妹也进来 我们今天要特别聚焦 这个李文娟 为什么 她在柯文哲的这个 包含了进办 包含了核心的基金会 包含了最大的承揽 政治宣传公关的木可公司 都是她 我就问 这么三位一体 这么重要的人 我们赫然发现 今天好好来看 在承给这个监院的报告 这个政治现金的 的资料里面 居然把李文娟 藏得这么深 柯文哲到底在思考什么 他们进办的人 自己出来爆料说 我当时在竞选总部的时候 要找这些单据 要去找 应该找李文忠签 因为他是财务长 照理说什么单据 什么开销 什么的 应该找他来负责 结果呢 他说居然去找到 李文娟来做查核 大家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 明明是你李文忠的业务 要找李文娟来负责 因为李文娟 大家知道 他是木可公司的董事长 我怎么会找一间公司的董事长 来签我进办的 这些财务支出呢 可是李文忠昨天说 没有 那个只是协助而已 说他妹妹只是来协助而已 可是他妹妹 为什么可以来协助 这件事情 被他打上个大问号啊 那你要讲清楚 为什么你妹妹 可以做协助嘛 结果呢 被人家翻出来 原来李文娟 在整个民众党的 这个竞选总部的 财务组里面 他是挂名第一个 你明明就是木可公司的董事长 为什么你在 民众党的财务组里面 你可以挂名在里面 而且重点是 他没有任何资心 其他人包括李婉轩什么 这些人都有资心 可是就是你李文娟 没有资心 难道大家想说 你既然挂名在里面 你是要领更多 大家不知道的钱吗 而且这不是很奇怪吗 今天是我进办的 财务的管理 最大的这个leader 居然是外面那个包商的老板 来当我的leader 这样干不通 所以他觉得很奇怪嘛 照理说应该你长官要负责嘛 什么单区都领长官钱嘛 怎么会找你妹妹 说来协助 这个谈谈就不太合理了 因为木可公司 我跟大家讲 他是非常多 这些小草们 要买竞选小屋 都会透过木可公司来做买嘛 可是问题是 这些钱是要哪里去了 不知道 那现在爆出一个 李文娟那件事情 让整件事情在民众党里面 形成一个茶壶风暴 现在搞了谁 可能不信任他了 我觉得柯文哲 可能跟李文中 这兄妹的关系 可能已经撕破脸了 怎么讲 我们知道柯文哲的整编人 就是陈佩琪 对他老公一定是 你做什么事情 他一定都知道 那柯文哲回去 也会讲几句说 我今天党部里面 发生什么事情 最近我们从陈佩琪的动作 就可以看出来 会不会是柯文哲 跟李文中已经翻脸了 因为你看 陈佩琪莫名其妙 在这个时候出来讲说 我要帮我儿子 成立这个小草咖啡厅 还要冠名说 这个叫什么 制摇传播资讯有限公司 你是要开网咖吗 你取这个名字 是要开网咖的意思吗 但问题是 陈佩琪说什么 他说我是为了帮柯文哲 布局2028年 可是大家想说 你既然要布局2028年 你要开公司 照理说 你应该找李文中才对 李文中是你的高中同学 也是你的财务长 他陪你打过2024 2028 非他莫属 他等于是你的大将 什么事情 他都是一把抓 照理说 你应该找李文中 来开这些公司才对 可是不是 陈佩琪这时候跳出来 是取代李文中 李文娟的兄妹的位置 所以大家觉得很好奇 而且他成立的这间公司 这个地点 是不是也在目可 就是在同一栋 台坡大楼 基本上都在同一栋 大家觉得很奇怪 如果你今天要成立这个名字 你要成立这个地点 难道你柯文哲都不知道吗 所以我懂了 陈佩琪不信任目可 他要成立自己 更亲密的小目可 对 所以看出来 搞不好是陈佩琪也知道说 柯文哲跟李文中的关系 已经不是这么好 是 可能因为这次的大选 大家彼此当中有些嫌隙 有些例如 甚至连帽目不清楚 搞不好柯文哲都已经知道了 好 这件事情演变到这里 我觉得最迫切的是 台北地理局已经分案调查了 这个分案调查下去就开花了 而且这个查下去 可能会跟另外 一桩更大的窟窿 变成两个台风的共伴 就是金华城 北市科跟台志光 因为前流 金卖 一查下去就开花了 相对民众党对柯文哲来说 就叫多点开花了 你包括像整个政治现金案 包括了金华城 北市科跟台志光 接下来八九月就要陆续要展开调查 甚至有些可能要宣判了 但问题是柯文哲光是这个政治现金案 现在已经一个头两个大了 那接下来包括了金华城 昨天 彭震生 他已经基本上已经把所有话都讲出来 所以检方还放了他 法院还放了他 那现在看起来 好像柯文哲的麻烦会不会变更大了 现在在我们的视讯的现场 小牛还在这个地方 小牛 我就问了 刚盘点了几个人 黄珊珊传出要跳船了 然后你又铁口直断说 柯文哲要跟你是兄妹要决裂了 怎么会跟柯文哲最亲密的战友 用过的人最后都跟他翻脸 为什么会这样 这整体来说还是跟柯文哲的用人 有很大的关联性 就是说柯文哲这个人 我常讲他叫做优等生的一个心态 什么叫优等生的心态 优等生 知优生 优等生 他的世界可能只有眼前的那张考卷 他想要把他眼前这张考卷 尽他的权利把他考到满分 那其他的关于人的事情 关于钱的事情 关于一些生活的一些疑难杂症 他一概不关心 那你从他的一些 这个柯文哲的一些为人处事 就看得出来 比方说他养小孩这件事情 全部丢给陈佩琪 他过去在市政府 像一些人际关系 像一些金钱的问题 也通通丢给蔡壁如 那现在到了这个民众党 他没有了蔡壁如之后 他把所有的这一切 包含这个进种的财务 丢给李文中 那这样子的一个决定 他百分之百 采取百分之一百信任的 这样子的管理 他就非常取决于 他身边的这些人 到底这个老实讲 这个到底正不正常 如果都是一些很不正常的 都是一些 就是可能会有一些 不正常的念头 对于这些金钱 有一些不正常念头情况之下 那当然就会出现 现在这样子一个状况 那所以我自己认为是 整件事情还是跟柯文哲的一个做人处事风格有关系 因为他用这种消极的态度去面对 不管是钱的问题 不管是人的问题 迟早他自己还是会 这个火还是会烧到他身上 那再的话就是说 我觉得他对待这个下属 老实说 我认为他还是必须要知道说 这整个政党不是他的一个粉丝团 我觉得他到现在为止 还是把整个政党当粉丝团在做经营 也就是说 所有人都必须要拥戴他一人 那每个人都必须要 可能就像昨天有他的一些 前任的幕僚也出来讲说 就是说 是不是在他身边都必须要讲一些好听话 他比较听不进去一些 比较跟他意见不同的一些声音 那我觉得这也是他现在领导的一个 一个很大的危机 五七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君相又来了 谢谢大家 是你们的订阅数 加持了我们 让我们在4月6号中午过后 破百万 多不容易 你知道每一天晚上 9点到11点 他在播的时候 我要盯着直播人数 升还是跌 一觉醒来我要去看 有多少人来点阅 一段时间 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最后 我要跟大家重点看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报新闻 君相还有优秀的 五七报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 花真相 CAMONCAMONCAMO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